难道说男主叶星云的第一位师父帝爵 真的打不过这九天玄尊吗 如今无戒山依靠叶雪云的神血 猖狂之急 已经连续吞并了五个仙山 要知道每座仙山 都是有仙王强者坐镇的 但有了叶雪云的神血加持下 他们的修炼速度更快 想来此时的无戒山 应该已有不少人突破到仙王境界 也就是说 此时无戒山的整体实力 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而无戒山的仙主 也就是九天玄尊 实力之强简直可以用逆天来形容 所以帝爵才会说出 现在的无戒山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 实际上他是在说综合实力 若无戒山和玄月山真的打起来了 帝爵的实力无庸置疑 与九天玄尊一战绝对能战上风 但以叶星云现在的修为 一位仙王都难应付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仙尊强者 毫无疑问结局只能是必死无疑 而当初跟随叶星云一起飞升仙界 走散的花妖和叶燕燃都已找到 这两人的天赋不弱 在神穴加持和帝爵的指点下 实力有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如果无戒山真的与玄月山开战 只要有帝爵在一切都好说 毕竟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人能逼迫帝爵使出权力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